你年轻正好 太精神了真的 上车吧走吧 我都前面吧 我身上太臭了 实在是 反正三个人 那咱俩三个坐吧 行 他不跟 咱俩跟 我都前面吧 我身上太臭了 我实在是 你受不了你自己是吧 我不做这个吧 行 哇尴尬了 你跟我们俩吧 我跟你们俩 他们每次在选车的时候都很尴尬 很尴尬 你跟我一起 我们做这个好吧 那咱俩咱俩 哥们哥哥俩好 他就坐后边了 那都不好 那都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哪有不好意思 那多冒昧 哈哈哈哈 来上去 哎你先先先 哎没有没有 我先我先我先 哎哎呀没有没有 哎呦这个剧得多久 一小时吧 我去那边 哎呀 哇谢谢你们 哈哈哈哈 那个横幅是默默准备的 太棒了 太有排面了 这是好贴心哦 哇太太舒服了 这球体 你也紧张了 嗯对 那时候我哇好紧张 哎 这怎么看出来的 不然他不会说那个 当时我真的本来像想说那个五月的青春 然后一脑袋立着想想着夏天夏天夏天 五月的夏天 好可爱 啊 如果他太溜还不对 对 怎么感觉今天下午这个球踢的这么快啊 因为你看得开心呀 因为你看 可能我光看夕阳了 我就没没都没好好看 但你哎我真还是觉得就是夕阳有种莫名的那个 还是打起全的好 哎呀这小酸话地的 好吧其实我是有一点吃醋 啊啊 很好 就是说出来 好吧其实我是有一点吃醋 我先买了两件相机 但我没买到大西那个方的他那个真的请他买 他还挺游戏的 哦 我这次跟曾老师出去住了一下 这也是行为的幽默细胞 曾老师真的很有意思 哈哈哈哈 这马上还这马上也说你说说你特好 是齐哥人特好 我说齐哥本来就人特好 人人就害羞啊 爽爽奔赴了呗你俩 他们就是互相欣赏彼此尊重 对 就是在他跟陆克的身上 让我明显感到了就那种极度细腻 跟像我这种极度不细腻的人 就就形成对比 以前我觉得我 我说我也不粗糙啊 就是可能没那么细腻 所以对比感觉我太粗糙了 啊你已经很优秀了耶 你还想怎样 妹妹自动关机了 哈哈哈哈 每次咱俩都是车上聊天室啊 哈哈哈哈 你们俩我关机 车上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昨天你真的有点凶 啊这个好 好加分 特别好 有不舒服都直接说 昨天你真的有点凶 啊 昨天你真的有点凶 妹妹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态 哈哈哈哈 一起动 哈哈哈哈 哦气嘛 哦气 哈哈哈哈 要关了 有什么什么地方惹到你了 哈哈哈哈 这段确实精彩 妹妹 你说 你比较喜欢跟姐姐谈了呀 那句话 其实是让我不是很开心 啊他在意是这个对 懂了懂了猴哥懂 就是如果我告诉你 我以前就喜欢跟像你这种类型的 像那生的呀 你一定也会不开心的 所以你讲的时候我就是不开心的呀 猫猫 哈哈哈哈 我我这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现妹妹在车上 那万一还陷入比较呢 你跟姐姐好 对对对对 我怎么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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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又没有想过 你说你希望一直被坚定的选择 那我也觉得 是不是我这做的不好 那不好 你可能就不选我了 我 我这 反正就是疯狂的试探 现在现在现在知道了吗 不一定 你再了解 再了解 对对错了错了真错了 哈哈 就我 其实希望 我们是一个新的故事 新的故事 对这句话好棒 嗨我真不是一个东西 哎就误会解开的感觉 对啊 就恋爱就得这样谈 哎呀 整个这个车里的气氛啊 氛围啊表达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哎呀 而且猴哥和杨姐他们俩 已经就是 那个司机师傅在 妹妹在 他们也仿佛没有人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已经忍不住去沟通了 而且 而且猴哥他不内耗了 有没有 对对不对 这就是健康的关系 不会让你内耗 他以前可能会一直憋着 然后就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那么凶 他为什么那么凶 但他今天直接说 昨天你真的有点凶 大哥长大了 对 因为他俩之间积累了 相对的信任 所以他就可以 我们在这担心的事情啊 他们在这都给解决了 特别好 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式 为什么说明天是六一儿童节 你永远做那个小孩 对 那就是说明 我愿意当哥哥宠着你 对 是的 对 所以其实他把想说的都会融入到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嗯 挺好的 刚才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齐啊 曾曾啊 曾基尔 其实他们三个人的聊天 有一种 大齐也觉得曾曾好 对 曾曾也觉得大齐好 其实两个男生都互相认可的时候 其实那个女生内心反而是会觉得说 嗯 很安心的 而且大齐已经就是完全让出他们的空间了 也不给压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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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